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肖战多次路过CP粉涂鸦墙。 人生之中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巧合,然而,正是因为这样的巧合出现。 才会让人一次次感动,一次次感动。 像喜欢肖战的人,应该都知道在近期某平台播放了一档有他参与的纪录片。 而这档纪录片的名字叫做《奇妙之城》。 该档纪录片主要是邀请一些明星嘉宾去介绍一些城市的风景和美食。 那么,在这档节目里面,肖战就被邀请去介绍自己的家乡重庆。 给网友推荐重庆的美食和风景。 然而,当大家真正去收看这一档纪录片之后,内心之中,却充满着激荡的情感。 至于因为在这一档纪录片里面,很多网友看到了他们同偶像之。 兼存在的超多巧合性,让他们很是感动,也很是感慨。 具体来说的话,就是有网友在观看过程当中, 发现肖战居然多次经过CP粉涂鸦过的墙上。 其实这是一面涂鸦墙,有很多涂鸦爱好者都会在一些地方留下痕迹。 所以在这其中,就有一些CP粉留下的痕迹,从现实生活当中去进行拍摄的话。 能够看到有一些关于肖战和王一博的CP话语。 但是,在节目里面,大家看到的有一些涂鸦墙是经过了后期的高湖处理。 隐隐约约看的并不真切,而这也从侧面说明。 该节目的相关工作人员并不知道这一面涂鸦墙同肖战的关系。 还以为这只是城市的一个普通涂鸦墙。 但是不知道肖战有没有注意到这墙上的涂鸦。 毕竟肖战自己还在这个地方,还拿着手机拍摄了半天。 不过话说回来,肖战在开车的时候也路过了一个,想必他也没有看清。 而肖战会经过这一面涂鸦墙,真的只能说是巧合,因为没有人想到他会去重庆采访。 那么,就在大家为肖战经过涂鸦墙而感到无限欢喜的时候,有一些细心的网友,又再一次地发现了一个巧合。 而这一个所谓的巧合,就是在这一个涂鸦墙上面,清晰地写着这样的一句话与乐视物都。 要知道,在肖战之前发过的一个微博里面,就曾经写到过这样的一句话。 此处CP粉索画的涂鸦上方又出现这样的一句话,让很多粉丝都感慨这档节目里面居然有这么多的巧合。 而这句话的本意就是说这里是乌兜,因为在重庆有一个本土节目。 名字叫做乌兜夜话,所以这句话后来慢慢地被传播开来。 作为是重庆人的一个标志,肖战会在社交平台上说到这一句话,也体现了他对家乡的热爱。 最后,也希望我们这个热爱家乡,并被粉丝喜爱的肖战,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。